施政報告宣讀之前 社會上特別是商界 都有取消辣椒的呼聲 結果特首採取減辣策略 究竟是切辣或是減辣 哪一個好些 仍有待觀察市場的變化 不過政府減辣就留有一手 不排除日後隨時可以見機再減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新一份的施政報告 無論是公佈前和宣讀之後 市民最關注的其中一個點 就是有沒有減辣椒 有沒有切除辣椒呢 好了 對樓市有沒有什麼影響呢 今天跟嘉賓專門談談這個問題 今天嘉賓 行政會成員 立法會議員林健鋒 嘉南兄你好 林議員 說辣椒之前 先說說 施政報告出來 整體你的印象評語基本是怎樣 我覺得整份施政報告都很全面 很詳細 夠長的三個觀眾 對呀 過去我記得曾經有林鄭做特首的時候 她有一個濃縮版的 有些人就說 喂 為什麼你不從頭到尾讀出來呢 因為那次我記得都是自多的 那 李嘉賓特首 我覺得他是想將全部的內容 都一次讀出來 更均衡一點 更均衡一點 因為有時你只說過項目 不說詳細要做些什麼 令到別人有可能要等一天等兩天 這一兩天間可能發生很多事情 誤存 這樣就會輸球了 所以我覺得他三個半小時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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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些人說 那些議員都在床上聽到很悶 說不是 其實我們是很留心地聽到 這次我覺得多方面都有著脈 特別是在經濟方面 搶人才方面 當然大家都很關注辣椒 其實辣椒也是經濟的部分 當然 我們現在的經濟 都很… 自從我們去年開始 我們那個所謂限制 撤除了之後 我們的活動是多了的 當時我也有說過 希望年尾可以復償 但是到現在 我覺得那個情況 不是那麼理想 那加超特首 他在這裡加碼是應該的 然後明年還有很長的一年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不做好準備功夫 明年也會辛苦 說起辣椒這件事 之前大家都說要取消 即是切辣 結果出來減辣 你怎麼評價呢 最初 為甚麼要有這個辣椒呢 因為當時的樓市過熱 政府就出招了 一招不夠就出兩招 兩招不夠就出三招 但今天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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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政府一直說 切辣有一個擔心 如果樓市突然因為切辣而彈升 比以前更厲害 那怎麼辦呢 雖然我當時也有建議 你不要撤除 暫停 即是暫緩收 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 你就可以立即再執行 但是政府一向都是保守的 他就怕如果真的切完之後 真的會有一個反彈 但我們看到反彈不會來得那麼快 因為現在其實樓市是低迷 經濟不是那麼好 但是如果我們不切辣 不穩定這個樓市 我覺得後患無窮 為甚麼呢 現在我們做生意 都要拿磚頭去跟銀行做 或者借錢 如果夠磚頭縮水 你的借貸就會受影響 過去一年 我們看到樓市的價錢 都跌了20%多 那會不會 跟哪裏比 跟何時比 一年 同比 對 就是說過去一年 我們就跌了20%多 你想想 如果再跌5% 會有些心理上有甚麼影響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但我們記得 1998年的時候 樓市是跌得很快的 最初說慢慢跌 慢慢跌 誰知道一跌5% 10%再滑下去 那就真是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現在出招 其實都不是托市那麼簡單 是穩定樓市 整個投資環境就是 我認為是一個 大家都是 不知道會不會明天 低處未見低 所以大家都觀望 就不是等於說 大家沒有錢 銀筋緊張 因為2003年有些不同 就真的恐慌 喂 有些朋友上來都說過 2003年和現在最大的分別 就是2003年的銀主盤 數以千計萬計 現在可能是十計 八計 就是相差很遠 我這個分析你當然對不對 我覺得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 香港人 在這個時間 是不是完全沒有錢 不是 我們看回國內一樣的 國內每樣東西都剩下 經濟不是那麼好 但是我們看到 過去七八個月 那個存款額是上升的 但是 大家都不敢買 不敢去投資 就是因為看不清前面的路 我就說 低處未見低 沒錯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穩定的因素 出來 他就會投資 今次這份施政報告 是有很多亮點的 是的 或者有時間的話 可以逐一去討論 你說一下 但當定了之後 那些人就會肯投資 是可以的 再加上 股票印花稅 雖然 他只是把他加了那0.03 搞回來了 但是我們需要的就是多管齊下 沒有一樣東西 單一一樣東西 是可以挽救整個市道的 另外 搶人材 搶企業 其實已經是有很多成效的 年初特首去中東 接著就去東盟 那他當時就 我就跟大家說 我簽了13份MOU 但是到今天 已經有很多落實了 我之後 也都 我和我的團隊 也多次去中東 我自己本身都簽了幾份 這些合作協議 很快實質的東西就落實了 這些是會為香港帶來一些經濟成果的 沒錯 出口 以及將那邊的資金引進來 東盟 我一樣是在做功夫的 所以 將所有的東西加起來 我對於明年的經濟復常 或者震慶我們香港的經濟 是多了很多信心 樂觀一點 是的 因為 你繼續 是的 除了這方面 我們也要穩定我們香港本土的 經濟的因素 雖然有些人說 夜繽紛就是 你搶我的生意 但實質上 就不是將經濟擴大了很多 我又覺得不是 因為確實也是多了內地的人 甚至到其他外國的人來香港 大家都很高興 這件事就不只是經濟生意這麼簡單 這是心理上 這件事是大家互相有互動作用的 所以我自己的評價 就是我請教你 你怎麼看整個施政普局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平穩 而且很周到 周到的意思就是 提振經濟增強競爭力 不是靠一招 而是你很多角度 很多領域 都要多管齊下 你才構成效應 我絕對同意 沒有單一 另一單妙藥 沒有一顆這樣的藥 所以多管齊下 社會的穩定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講投資 我們現在去搶人才 搶企業 為什麼你選擇香港 最近我們看到 來香港的投資人才 或者企業是多了 加起來回來香港 回流的 我剛剛想說 加起來回來的 多了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香港有三大因素 是吸引他們的 我們政治穩定 經濟向好 民生也是安定 你看看全世界有哪個地方 真是比香港好 周圍都很糟糕 當時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 瑞士安樂窩的作用沒有了 調了錢去聯合油獎國 或者新加坡 現在發現那邊附近 都有點糟糕 所以有很多我知道的 就向東移認為 即是香港 我們整個中國 特別是香港 因為我們是金融中心 都很穩定 所以來這邊投資 所以這些 都是跟我們特首 帶領我們香港的工商專業界 去招商引資 是有很大的關聯的 所以這個施政報告 佔最大篇幅 最多涉及的 牽涉到就是提振經濟這件事 沒錯 當然要講很多方面 你搶人財都是跟經濟有關 對吧 你講話說樓市 我都很注目 不僅僅我很多內地的朋友都很注目 就是先徵後退 以及現在變成先免後徵 那個人很吸引人 換句說話 即是新的方法 如果你一切申請永久性居民身份 一切順利的話 即是從頭到尾 你買樓 一個先印花稅都不用付 是這個意思嗎 這件事 我們要給人 有些人說 人給人就給死人 但杭州也在搶人財 他有房屋津貼 深圳剛剛宣佈了 生活津貼 我們都沒有這兩件事 你還要打人稅 人家會卻步 所以你現在起碼都是先免後徵 我覺得很公道 人才有可能 他真的對我們的地區發展經濟發展很有用 未必很搭水 對不對 你來到 要他借錢去付稅 或者 不要說借 把他的積蓄用盡來付稅 我覺得不合理 因為那些不是商家 是專業人士 沒錯 另外兩個減半的 我覺得也非常好 因為 投資者減半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換樓的 現在的市道不好 我當然要買了一間 如果我賣了買不回來 我就擔心沒有樓 所以如果他將它減半 大家的擔心會減少 另外 你可以將買第二間的樓減半 你不是說每個買樓都是用來炒的 香港人是很有家庭的觀念 那是投資行為 不僅如此 例如他自己有一間樓住 爸爸媽媽老了 他想買多一間來給他住 或者買一間樓給他的兒子 他沒有這樣的經濟能力 買多一間 但他又不想轉他的名字 兒子將來不知會怎樣 女兒將來不知會怎樣 這樣 他又要多給15%稅 這是一個影響 另外我覺得 你現在招商引資 希望那些人來香港 投資移民 三千萬 但他不可以買樓 但我覺得那裡又可以 改一改 部分讓他買樓 是吧 七百萬 是吧 七百萬現在也買不到那間樓 還要貼多些來 他還要投資多些 對不對 可以用一些這樣的思維 好 先喝杯茶 我們繼續聊天 好 我們繼續聊天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播解》 我們今天的嘉賓 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林建峰 林議員 樓市大家之前也有很多估計 剛才你說過了 政府會擔心 忽然樓市飆升 這不是很大件事嗎 那你會立即進去 再加勒呢 可能很難這樣做 但有些人相反就說 不是 我擔心你 搞了辣椒之後 對樓市沒有任何幫助 水淨何非 那政府會不會覺得 我白做的 如果以而不決 決而不行 那我要政府來做甚麼 我就覺得它要以而即決 決而即行 現在有了行動 我們要很仔細 我們也好 政府也好 看看整個經濟情況 整個樓市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 都只是穩定而已 都不是大幅度飄升的 再減一半 好了 最近也有人說 又流標了 出出招也沒用了 這個有點草率地定論 是 雖然我們是施政報告之後 才有這個結果 但那些人忘記了 入標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宣佈 那時候每個人 可能幾個星期前 整個月前才入標 沒錯 入標的時候 是根據當時的情況 其實最好拿出來試試 再給一次投票 因為這次的情況不同 樓盤又多了出來 最近有些不同的招數 我覺得反應也不錯 好了 現在你一招 減了辣椒 有沒有可能 起到你剛才說的穩定 什麼叫穩定 就是我的理解 不要再繼續向下滑 因為你繼續向下滑 就算你不是說有什麼 真正的淺銀的危機 但是所有香港成半人 都是業主 心理上就是 我的財產 幼少這樣的絕往 這個影響 對整個社會的氣氛 是很大的影響 那你靠不靠現在減辣椒 可不可以真的穩定 即是指滑 不要再向下 你覺得行不行 我覺得一定 我也挺肯定地說 起到一個穩定的作用 因為這個穩定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一直跌下去 借錢那些 又借不到錢 或者借不到那麼多錢 他原本那個工廠 或者出入口 零售 他運作那裡又出現了 一個流動資金的問題 這些就是 影響是一個連貫性的 穩定的作用 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家超特首 是明白到這一點 那之後會怎樣呢 我們看看 我們剛才說 剛剛也說過 香港人不是那麼窮 有些人我們是需要去幫助他的 譬如住屋 生活那些問題 那些是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要照顧他 更多人是在觀望 對 反而有些人 儲蓄那裡仍然是可以的 但是他觀望 股票又不能買 樓又不能買 投資 他又不想很盲目地去做一些投資 但是 香港其實仍然是一個很穩定的地方 如果樓市穩定了 起碼 我們本地的資金會投入去本地 例如 我亦都叫政府 有這麼多基建 為什麼不發債呢 當然有些人說 發債要給利息的 要給錢的 你什麼都會有本 但是如果你說把發債 發債給香港人去買 散股都可以買的 不是一定是機構投資者才能買的 我想很多人很願意 我幫香港去投資未來 這個我字 我幫香港 這幾個字很壯 另外 有很多人經常都在說 強積金 每年都會虧 那就多加一件事 強積金可以選擇投資 持有者可以選擇投資 這些香港未來發展基金 或者基建基金 兩樣都好 對嗎 起碼你有5-6%收 不用 好像過去幾年 你投資下去還要虧 沒有息收還要虧 現在 沒錯 你叫市民去投資 現在我想沒有人留這個意欲 我有個內地的朋友 都是某省的首富 長期在香港 他說我現在做烏龜 縮了頭 我又不會出來飲食 又不會出來請客 又不會出來投資 又不會來賣 又不會賣 什麼都不做 我冬眠 對嗎 來不來 新日頭出去看看 我就回去 我想這個很典型 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狀態 正如你說的融資 現在明日大月 不可以融資 是的 有沒有考慮 例如這個發債問題 否則都是要按照以往的辦法 在外面去借錢 北部都會區也好 明日大月也好 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我剛才說的 只是其中一個方法 你可以合作 政府和民間合作 沒有問題 或者將部分的項目 批准給一些團體去做 做完之後 就分開大部分 給政府 你不用拿出本 那些 那些是最好的 憑不怕別人說 你官商勾結 這是公務員的心窩 政商合作 你記得 我們年輕的時候 沙田不是用這個形式 讓它跟你發展 政府好像拿回超過七成的 七成的地回來 但它跟你平整了 你再可以走多一步 在那個平整範圍裡面 跟你建了居屋 跟你建了公屋 你不需要拿出來 而且我對商界一直都有信心 它做事比政府更快 有可能整個項目更快完成 香港的人更快上樓 我覺得這樣也可以考慮 現在這個樓市政府 都是留一手 即是 它沒有理由不知道的情況 但又怕出事 即是怕有波動 可不可以評估一下 下一次再減 有沒有水銀燈 水銀燈 即是可以 水晶球可以看到 但幾時左右 你現在說的話 都很大影響 影響樓市 我覺得 我們都要理性一點去看情況 有些人就說 會不會現在叫它切曬 有些開天殺假 但是政府 也是用一個審慎的態度去處理 我覺得用一個 循序漸減的方式 也可行 是不是三個月之後 可以檢討一下 不要忘記 我們接下來有個財政預算 如果真的穩定下來 是的 在那裡可以 也可以調整一下 有些人就說 政府是不是都會考慮 因為現在銀根比較短絕 是不是裡面都要考慮到 政府財政收入和稅收問題 都要計算 也要考慮過 是不是 當你的環境好 稅收好 我們那個庫房就會 是會上升的 是 但是你不投資下去 你真的要吃老闆 還有有些人擔心 如果你每樣東西都這麼大投資 花了錢怎麼辦 所以我就提出發債方面 我不用花了錢 如果我去銀行借 我有十多塊磚頭 好了 借給你了 如果沒有磚頭 如果沒有銀行借給你 借給你 很難的 所以我們要明白到 經濟就是這樣 但政府現在 譬如說他不是貿易去減 剛才說起 我說財政的影響就是 在那裡自己減掉 減少收入 對阿波叔來做財政的影響 會不會難搞一些 在這個時間 有很多事情 就要看看現在的情況 有很多事情要當機立斷 有很多人就說 做表演而已 去中東 去東盟做表演而已 我看到很多事情回來了 現在家族辦公室 現在越來越多在香港開 香港 回來了嗎 不是 這個家族辦公室是新的 地區總部 多了人回來 最近才簽了三十間企業 對 陸續有來 你打斷一句 這三十個 按照政府的計法 三年要一千一百個企業 這是KBI 現在一年平均要三百間 而今年可不可以超標 我覺得企業有大中小 其實最重要是 它為我們香港帶來有什麼收益 或者未來發展的機會 就業機會等等 我很多時候都說 我們現在北都 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為什麼我們不盡快利用它呢 有些人來香港 他就說我想不僅僅做我地區的總部 我們整個公司的總部 研發生產推廣 什麼都在這裡來 但我需要一幅地去做 現在新田科技城就是這樣做 沒錯 對 都不夠 新田科技城 你說如果有幾間這些大公司 龍頭企業 龍頭企業來的 幾幅就用完 幾間就用完 順便問一句 現在這個策略 能否吸引到龍頭企業 你有秘密就不能說 聽不聽到有些眉目 真的有些在想來香港 有 但他說我不是 我看到現在出來的政策 不是很清晰 這裡又有一個好處 就是不是這麼清晰 逼你要說清楚一點 不是 你可以單獨去跟特首說 我有這個要求 你可不可以這樣給我 但如果你捨死在那裡 你就沒有完全了 所以這個是有利有弊的 但是這樣也給了他們另外一個信心 就是香港 香港特區政府 做這些事情是有彈性的 政府 我不知道實際上每一個運作是怎樣 現在是有很多新招 我就說你只出新招也不夠 要出些怪招 那些人說什麼叫怪招 如果你知道的就不是怪招 如果每個人都知道的 就抄襲香港的怪招 所以有可能突然間他又出一兩招 突然間他又出一兩招 這些就是招攬人才 招攬企業的做法 好嗎 好 那個時間到了 多謝林健鋒跟我們聊天 多謝 多謝 謝謝太過解 下回分解 多謝